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10. 观思考 1. 行者 即使今天的寿命也无妨确保 故不要做长远的打算 2. 行者 对幻化般的肉身不要产生抹脂 3. 行者 不要对无二的妨戒自信产生恶趣执着 4. 行者 对没有如实证悟的友情应观修此对心 5. 行者 在短暂的精神中 因为生生世世打好基础 引发起精进的决心 5. 行者 卡热贡穹和西传授的修持法门 1. 修持法型可分成三个子弟 位 下品法型就是对友情不作损害 中品法型是饶溢一切友情 上品法型是修持我与一切友情都无声无缘之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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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故诽谤菩萨界则是迷乱 八 迅速获得出圣 共同西地之音为名称 故诽谤名称誓言则是迷乱 9.究竟的剑乃远离一切程序 究竟的修持乃是远离一切注意 9.究竟的行为乃是远离一切取舍 9.究竟的修法乃是远离一切决守 1.我们如果从内心深处愿意修法 1.应当时常观修人生不常 2.应当将今生的追求好与脑厚 2.我等今生 虽然具有安乐 幸福 美名 1.但若自心与法不相应 1.则这一切都是七况之法 1.这些法汝和博物 1.与我们同时 1.与我们足�的 之间应当没有任何联系 应当尽快断除 二、既然最终必然要舍弃 故当下舍弃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不能放弃今生 虽然拥有智者、持戒者、修行者的名称 只做今生的利益 就会招来不欲之名 与正法越来越相伟 三、自以为有恒长的寿命 最终只有贪恋今生而死亡 也必然堕入恶趣之中 若能相续中生起人生无常想 若能相续中生起人生无常想 而是一必今生的话 虽然之前没有智者和持戒者的未必 但不知不觉中 为圆满且是义 这样的人 无论何时死亡 他已提前做好死亡的准备 在临终时不贪值任何法 能欣然 坦然地面对死亡 我更是死亡的准备 在临终时不贅 我更是死亡的准备 我们应当把人生无常放在心上 观察自己过去所做 未来将做与现在正做的一切善事 是否与今生之利益相混淆 如果与今生混淆 则与烦恼混淆固 应该断除烦恼与不善罢 若要断除彼等 日常也正念作语时 以正直做管兆 以不放异再三守护 五 为今生的发心无论怎样惊情 但在死亡的时候 必将裸身空手地走向来世 因此 我们应把死亡摆在面前 修持不予今生混淆之正法 六 在实修时 明年与凡事 谁先来到不能确定 从现在起 应当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 都用于积累资量 对此内心有何后悔呢 明年与凡事 对此内心有何后悔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力忏悔业障 尽力修持所缘 尽力修持自己所学的法 为利益友情而发广大愿 因力所能极底 广作一切善事 尽力忏悔业 温暖的阳光 温暖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盐浦乡的 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 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 轻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盐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 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 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 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陈志迪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 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皇宝灿 孝亲报婚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 至9月19日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用接驳车 尊圣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 噶马八 物精清裂多结尊者 2021年6月5日起 每周六晚上7点 于脸书首播 菩提道登论中文教学 生命电视台将于 每星期六晚上7点 同步直播 每个周星期五晚上9点重播 当我们发起大悲愿心 愿做大乘佛教徒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从当下那一刻起 心心念念都尽量为众生着想 永远将众生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时时刻刻都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 而祈祷修持着 不管他人对我们如何 我们都要保持慈悲 就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 不管孩子再怎么样的坏 母亲再怎么责备 做父母的依然是永远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要学习诸佛菩萨的精神 将我们的慈悲扩及一切 平等无私 我们希望改变世界吗 那就抱着慈悲与关怀 不影响家人 朋友 甚至一切不认识的陌生人 因为真诚的爱足以改变全世界 修行者要时时提醒自己具备三种心 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对三宝要有恭敬心 对众生要有慈悲心 这三种心要随时随地的意念 关照 才不会失去修行人的高尚人格 对象 对象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忽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